這樣就容易計算了 我有6 即是兩個樓盤就可以蓋到角樓了 你有6嗎 Tim 我知道近年很多小單位 都主打做角樓的設計 其實是否小單位的專利 肯定不是 你本身買開小單位的話 我們俗稱叫納賣樓 整個整體的價錢比較便宜 容易上車 我自己的邏輯就是 你會節省了裝修費 整個角樓一定不便宜 起碼有8萬元 但如果在單位真的要做角樓的話 有甚麼要注意呢 會否有重量限制 其實法例是有限制的 就是要藏鐵的話 是要入職的 入職的話要找職員 或者找一些認可專業人士 Tim Man 然後再排隊 要等半年 這個費用就會貴了 這是最正式的 不過坊間有很多公司 或者有很多人都走這個法律 但你就有機會有危險 乘重量都是超出了 等於兩層兩層兩層 這樣就很容易塌樓 所以是有個管制的 當然如果你想做角樓 也是你缺乏的東西 就是高度 高度要有3米2 樓下那層最少有1米8 這樣才可以 但這個也是一個傳統 你要看自己本身的高度 去使用才對 那就容易計算了 我有1米6 即是兩個我就可以起到角樓 你有1米6嗎 各位觀眾 如果你對這類型影片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們美聯物業的支付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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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